首先講回黃馬的西甲賽後平 先講一講正選陣容當中的左翼球員 巴西新仔雲奇斯奧斯 再看下去都發現他的技術是比較粗糙一些 另外就是視野不是那麼好的 一味是靠衝、靠勇、靠撞那種 看他幾場的啦 都是覺得他有些有勇無謀 所以其實他更加不應該 就是好像這場賽事一樣做太多的半主角內切入動作 因為做半主角內切入除了要有支配力速度之外 當然有些技術啦 選擇上面要好 還有有些東西要交球出去的 而不是內切入了就想自己射 那就算了 之前的賽事都見過他成功內切入過 但是不交球自己射是沒什麼太過大的作為 今天呢還有很多衝向敵人的情況 不過啦 話雖說兩頭的 有時這些新仔如果不是做一些東西出來的話呢 球隊也都未必有什麼表現到的 因為你見到今天皇家馬德里其實呢 面對密集的時候呢 是沒有主角、沒有伊斯高都說過的了 結果有時雲尼斯的新仔可能會有把勁的 有把衝勁的 就是希望幫一下球隊做些東西 但是能力不足啦 所以都是不是很幫到手啦 那現階段的皇家馬德里呢 還未可以做到主攻啦 因為呢 就是未是零形的四個進攻點結構啦 那就是唯有呢 有時就是靠這些新仔 就是衝下搏下來切入 但是到時的效果呢 就是現時的效果呢 依然就不是說那麼好的 那所以呢 始終皇馬暫時是未有上乘的破密集方法啦 不過呢 有時我們呢 都見到皇馬今天呢 是可以時不時呢 交到那些overlap給卡華積他們呢 就是插進去的 那這個是因為西維爾今天呢 通常都是用一個叫做3412的結構 那麼常規的防守中場 開球的時候呢 上半場的 上半場的 上半場的組件和上半場 其實都是大概只有兩個防守中場的啦 那麼如果皇馬能夠呢 就長期控球載過一段時間的話呢 其實就會令到西維爾呢 出現死守陷阱的 所以皇家馬德里呢 今天就算是老鼠拉龜都好呢 都不是說十分之嚴重的 起碼對方呢 是有些空位可以讓他們呢 就是做一些overlap 插一下進去都 看到的 那麼可能你會問呢 為什麼西維爾呢 不跟皇馬打來回高速球呢 那問得很好的 其實呢 西維爾一開球呢 都是有嘗試過去做這個高位壓迫的 不當然啦 就是希望呢 西維爾這一邊呢 是用這個壓迫 將自己的賽斯 變成來回高速球 適合自己的 是4312 因為4312就適合打來回高速球的嘛 那麼上半場的早段呢 西維爾還有些體能的時候呢 出現過西維爾的反擊黃金機會呢 但是呢 賽斯一路打下去的時候 就逐漸開始看到西維爾的高位壓迫 就越來越少的 尤其是到了下半場的時候呢 他們越來越沒有體能的時候呢 就越縮越後了 西維爾沒有高位壓迫了 就連這個呢 就是摩特力呢 都多了空位呢 可以輕鬆進到禁區做一下事呢 連結這樣的 去到呢 就是65分鐘附近啦 那麼這個西維爾呢 都知道自己呢 就不夠防守中場 在收縮防守區域的時候 所以呢 就自發性變了 三個防守中場 352 但是呢 你變352呢 又會發生三中堅結構的另一個問題的就是 這個352呢 是只有兩個反擊點而已 那麼結果呢 是沒有了反擊啦 西維爾 那麼打不出去的話呢 你不停被人按住來打 就會變成狗手必失的問題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解釋了 為什麼就是黃馬下半場呢 是能夠入到球的原因 那麼就比了太過多時間 黃馬呢 就長期控球 長期呢 就是試啦 試一下看看有什麼辦法啦 那麼結果試一下試一下呢 那麼黃馬就 多了時間去 撞到一個運氣出來啦 那麼這次呢 就是出現了每一季都是只會發生一至兩次的卡斯米盧遠射得手啊 那麼 然後西維爾落後了之後呢 當然都是沒有辦法啦 但是都要拖著疲倦的身軀呢 去出飲賴力試一下攻出去啦 那麼誰知道呢 就是發生失誤啦 那麼體能越差 失誤的機會當然越大啦 那麼去到呢 就是原場之前送大禮啦 那麼當然要稱讚 就是摩特曆全場的努力呢 去到最後還會壓迫回 搶到個球呢 去自己搞定了的 那麼當然摩特曆今天是無懈可擊的 撞爆了頭 依然呢 十分之樂力呢 就是一路踢到尾 那麼而西維爾呢 今天的而確確呢 就是不夠重金屬的壓迫啦 那麼而且呢 越來越不夠重金屬的時候呢 就越來越受到這個是 3412的死守陷阱所拖累 那麼到時再轉352的時候又沒有反擊呢 亦都再次拖累自己啦 那麼始終呢 三中堅的這個結構裏邊呢 通常都是一係就不夠進攻點 一係就不夠防守中場 那麼始終呢 三個防守中場才是最好的 穩守反擊結構啦 所以呢最容易呢 就是處理的 執行的 就是4312呀 433這些呢 就是有三個防守中場 那麼還有呢 就是有三個反擊點的結構 那麼所以呢 如果呢 你堅持是用三中堅的話呢 就麻煩你確保呢 一定要在這個60分鐘呀 即是一定要確保呢 就是自己有60幾分鐘能力的這個重金屬壓壁呀 那麼確保自己可以呢 就是比較多時間打回來回谷足球 找到優勢呢 才是換下人呢 就是收下去死守的 那麼絕對呢 就不可以搞搞下呢 就是 就是一開波呢 三中堅搞搞下呢 就落了去收縮防守區域呢 那就是一係出現 死守陷阱一係出現 就是這個狗獸必失的問題的 好了來到這裏呢 如果大家呢 不想小弟有什麽問題呢 就當然是要 按下廣告 彈點廣告 視窗出來就把廣告都拼了 那麽的話呢 就可以幫到小弟有一點點的收入啦 有個專業地可以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 每天 免費為大家出到片的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鬆懈 繼續堅持下去就OK啦 那麽記得呢 是要訂閱 小弟的頻道啦 還有呢 就按訂閱仔 旁邊的鐘仔啦 就可以方便回 接收新片的通知 那麽呢 那麽手機那邊呢 大家呢 是見到呢 片的下方有固定的廣告字眼的地方 記得要按下去 彈點廣告的視窗出來啦 那麽另外 無論就是 跟著呢 就是電腦那裏 那麽只要關了個檔廣告的程式的話呢 就要發現電腦片鏡裏面有 電腦的廣告 片鏡裏面也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 彈點廣告的視窗出來啦 那麽另外 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呢 YouTube都會時不時 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 插入廣告片啦 那麽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呢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裏面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啦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啦 那麽我們呢 就是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